109年回南美展第一次以花莲元素为主题 向全国征求助线创作参赛 而经过了省盛的评选 有12位新锐艺术家获奖 14号特别举办了颁奖典礼 县长徐振卫感谢艺文界 致力推展美学文化 也透过美展竞赛 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花莲的美丽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回南美展今年首次以花莲为创作主题元素 并且开放地域国籍限制 广邀全国艺术家到花莲助线创作 并且以书画类和西画类为主向全国征建 总共有67位参赛者 经过专业评审三轮评比 最终选出了12位得奖艺术家 11月14号上午举行颁奖典礼 县长徐振卫感谢艺文界致力推展美学文化 也透过美展竞赛 让更多人看见花莲 美展一直以来都是花莲精神 花莲的这个艺术界的指标 从84年到现在 然后当然我们做法上有一些的改变 这是我们希望能广纳 而且能让回人美展以及回人展的部分 让全国都看得到 而且能成为艺文界的贵贯 或是艺文界的金马奖 我们希望往生里南迈进 有老干 有薪知 而有传承 而有看到艺术花莲 花莲艺术台湾的艺文 不断的有亮眼出来 而且有延伸的力量 这是艺术非常非常的够 让台湾非常饱满富足 所以再一次 谢谢我们为文化的领域来努力 我们为台湾这块宝地 来保存很多的文化 更发扬显扬更多的美好 让世界看到台湾 让世界看到花莲 第一次开放国籍限制 回来美展首奖 就由马来西亚籍的陈瑞渊 以出海口为主题赢得 因为我现在暂时就是 本来就是年头来台湾 然后就是参加展览这样子 后来就因为有疫情嘛 然后就国境封锁了 我暂时回不去 我就想说 把所有人试的机会都试一试这样子 对 然后回来美展 刚好就是有开放给 飞台湾籍 大赛的简章是有说 就是以花莲的题材为主 然后我直觉上就是 在早的时候看到第一眼 就觉得蛮吸引我的 就是一个很 对我来说很奇异的地景 对对所以我就以它为 题材来创作这样 109年回来美展 书画类前三名分别是 张丰鸣 吴英杰 蔡明君 新人奖黄正强 佳作 汤敏 以及徐祖宽 西画类前三名是 陈瑞渊 蔡维杰 张又林 新人奖邓陈君 佳作 王思廷 以及陈忠仁 得奖作品只起到11月29号 在美术馆二楼第一展览室展出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欣赏这些精彩的 艺术创作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